天天吐槽飞翔房车床铺多 别着急 您听我给您狡辩狡辩 不不不是展开说说 第一张固定床 不仅是床下方还是内外观 都是储物空间 还能隐藏座椅 第二张吊柜变床 一人睡卧沉重好 储物能力也很强 第三张天花板变床 藏起来的床 白天它可以是电视机 是照明灯 是储物棍 夜间它还是双人床 这些床可别嫌多 它们很乖的 不用时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影响 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来这里 现场体验哦